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姐妹 你们好 今天我们在城中木骨的节目里面 继续的学习诗篇 我们从第一篇学习 一直学到今天 已经来到了126篇 最近这几篇都是短小 但非常的惊悍 而且是很动人 都是丧行的诗 有圣经的 请跟我一起打开诗篇126篇 我们先读一次 当耶和华 将那些被鲁的 带回西岸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满口喜笑 满是欢呼的时候 外邦人中就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 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被鲁的人 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附流 流泪洒种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比较欢欢喜喜的 带火捆回来 都美好的一首诗 很明显的 我们说 这首诗呢 至少是描述了 被鲁到 巴比伦 而归回的人 的心情 归回是国家 民族的一个大日 是一个喜事 也是许多 被迫寄居他乡的家庭 和爱国 爱主之人的 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事情 当然 他也可以形容 一切转忧为乐 转胚为态 或者失而复得 破紧 从原自人的一个心情 你说是吗 在巴勒斯坦的南方 古犹太国 在公元前 第六世纪 被后巴比伦 帝国所灭 首都耶路撒冷 和全帝 在上帝的管教下 居然荒凉了 七十年 后来呢 到了马代 波斯的时候 取代了巴比伦 在古列年间 发出第一道指令 让犹太人可以 怎么样 像复归古土 对象 但一里那样 一天三次祷告 都把窗门 朝向耶路撒冷 开放的人 对那些 身在朝阴 心在汉的人 常来说 当然是 欣喜万分的 因为 那渴望已久的事情 那常常 出现在梦幻当中的情景 上帝的预言 和惩治过后的应许 都成为一个现实 这是多么令人 兴奋的鼓舞啊 当耶路撒冷 重新被恢复的时候 当耶华将那些被掳的 归毁的 带回西安的时候 他这里行为多好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亚伯拉罕 将以撒从 摩里亚山 献祭之处 带回家的时候 当雅各漂流了 二十年 历经千辛万苦 饱受欺凌 体会了事态的炎凉 并且经过了 亚伯渡口 惊心动魄的那一幕 那一夜以后 突然出现在 故土和亲人面前 邦约瑟 受尽了来自兄弟残忍的出卖 围奴在埃及的时候 坚决的拒绝 波提发妻子的 百般引诱 勾引 而祖母在 恼羞成怒的时候 把她放在监狱里面 在牢中 又有那些忘恩负义的难友 以至于她忘穿秋水 等候 她的冤案 能够得以洗血 突然 圣经就像诗篇所 耶和华的话 试炼她 直到她所说的应验 最后 看到了兄弟的出现 父老人来临的时候 我们再说 在新月当中 当管会堂的 耶罗 从耶稣的手中 活活地借回自己 已经死亡的女儿的时候 当拿影的寡妇 看见在主的吩咐下 从棺木当中 做起来的孩子的时候 玛大玛利亚 从墓穴的石洞当中 看见已经死了四天的兄弟 拉撒路 向他们走来的时候 都像做梦一样 你说是不是 尤大国 经历了七十年的 亡国的伤痛 有这么一天的来到 他们的心情 对有过瑞士经验人 是不难理解的 当我离开家庭扮演 第一次能够 重新回到家庭的时候 我们住在三楼 我真的是三步并两步 心跳积极的加速 看到亲人出现的面前 我就提说 我们一起唱诗 一路引导 我一路蒙救主引导 所有这些 对不对 我相信诗篇的作者 更加是 可以说国破家亡 经历了漫长的七十年 他能够等到了那天 看到了那天 他们心情多么的快乐 这里说 我们满口喜笑 满是欢呼 那长期压抑的心声 从里面冲出来 宛如这个 这个水渣的渣门一拉开 涌出滚滚的 欢乐的波涛 古今一样 在此时此刻 外邦人就有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这是世界上的观察 比较所得 不能不承认 他是一个客观的 一个见证的上帝 而且上帝的名 因此也得到了荣耀 这里说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 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上帝的儿女 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证 创合外邦人的见证 上帝的名才能够 更高的被举起 他的人词 他的大能 他的信实 和他的奇妙 才能够为世界上人 所认知 和赞赏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 被鲁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 河水附流 我们知道 犹大的南方 比较干旱 在亡国的时日 在民族的精英 都被鲁去作为人质 圣殿的器皿 都遭到带走 人民的财物 都受到喜借 对上帝的作为和应许 一时难以认清的手 可以说 对犹太人是抽筋 剥皮 里外都苦干了 现在呢 随着回归 希望一改过去的 萧条冷落 从而生机薄法 欢乐就像 河水 能够盈盈 再说呢 自己从被鲁之城归回 但还有不少人 因为无知 受到巴比伦 诱惑和缠绕 或者呢 怀疑耶路撒冷 和自己 祖国的这个前途 不信上帝 公义 慈爱 也管教 和他带领的原因 人就留在他乡 甚至有少数人呢 像出埃及的时候一样 在自由的景地下 并不欣赏 在通往应许之路上 一遇到困难 怎么样 或者挑战 就像回埃及 走回头路那样 仍然 想往巴比伦 古以色列当中 出现的情况 今天也同样存在 要求主 将那些被敌人 被撒旦 安逸 但是没有意义的生活 所辱去的人 和让他们的心灵 都真正的能够 被带回 这是我们今天的祈求 流泪杀种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的 带火捆回来 付出代价 就会有收成 在今天 被掳之地 回来的人 已经经历了他 日后 回来的 也怀恨应验 这个先苦 后天的光景 凡事平若 信心前进 殷勤工作 忍受艰辛 指望丰收 和决心 使自己和别人 一同 归回圣城 和圣殿的人 必定在最后 添加的欢乐 在等待着他们 愿上帝 能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盼望 以及爱主 爱人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